大家好,歡迎來到打賊 在2月27日,我們可以看到東京股市日經指數再創新高 直到收盤,日經指數已經比遲一天 升了五點快一個點 但是創出了新高,來到390426點 出了一條十字星 主要是低於日本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恢復 和通縮的背景之下,日本的海外資本入場 目前來說 現在的日經指數 基本上 是接近十幾年以來的最高點 也是第一次 在1989年之後 站上的三萬九千點 股價是對企業職的反映 還說明什麼呢 日本的經濟現在非常熱 在東正主板市場裡面 我們都可以看到 無論日經也好,或者是東正也好 都可以看到 主板市場的走勢 是非常強勁 除了日本指數 還有什麼呢 台灣 台灣 韓國 和 印度 都出現了大幅的攀升 和創新高的狀態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 還有什麼呢 這個 美國這方面的 杜瓊斯指數 和納指 標普 都一直創新高 說明什麼呢 說明環球經濟 其實沒有我們想到這麼差 只是差的是 港股市場 今天時間來到 再見 拜拜